欢迎回来知名的超级英雄蝙蝠侠现在上演了接班大战 自从美国男星班艾弗列克宣布卸下蝙蝠侠披风之后 片商华纳兄弟就一直在寻找接班人选 有美国的娱乐媒体报道了 先前以电影《目光之城》走红的英国男星罗伯·派丁森 就是下一任的蝙蝠侠 而新版的蝙蝠侠电影会拍成三部曲 首部曲预计将会在2021年的暑假上映 美国男星班艾弗列克今年1月宣布卸下蝙蝠侠的披风 谁会接班出演下语任蝙蝠侠 如今答案正式出炉 就是《目光之城》系列男主角罗伯·派丁森 33岁的英国男星派丁森 日前在最后试镜中脱颖而出 成为克里斯丁·贝尔之后 史上第二年轻的蝙蝠侠人选 派丁森靠着饰演目光之城的痴情吸血鬼 红遍全球成为千万少女的偶像 近年则积极转型接拍多部文艺片 可说是外形 演技和票房兼具 新版蝙蝠侠将拍成三部曲 由星球崛起终极决战导演 麦特·里维斯指导 将着重于蝙蝠侠身为侦探 而非超级英雄的一面 希望新人选新设订能为 D.C宇宙带来新气象 L.C宇宙带来新型 L.C宇宙带来新型